好同學大家好 这部影片我们要来看的是 鱼的构造以及鱼的简单分类 然后不算分类这几种鱼的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鸟的羽毛 其实那一段也非常短 主要是这一个区块 关于鸟的身体构造的介绍 比较重要一些 好首先鱼的构造 鱼的构造 来我们首先看到鱼的鼻孔 鱼的鼻孔在这边 通常我们会比较想习惯 称它叫做外鼻孔 为什么 因为它外鼻孔并不是帮忙呼吸 而是帮忙进行嗅觉的过程 好所以它本身并没有办法 跟里头的呼吸系统做直接的连接 好再来脑 好再来脊髓 好再来看到的是 它的咏镖 好同学它咏镖 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对于鱼类来讲 肺是早已咏镖的 所以咏镖是演化制 肺的一个构造 这称之为什么 扩展示意 好同学再来看到 后面的这个地方 这叫做背棋 背棋其实没有什么知道一下 那再来这里有一个构造蛮特别 竟然普森提到小小地方 我们还是注意一下好了 这个棋蛮特别的 我们称之为知棋 在我编写的过程中 请同学观察一下知棋的样子 同学你觉得里头有没有棋条 没有 是的 同学知棋本身里面是没有棋条的 它主要是 遵于这一群生物的 够常见的特征 好因为没有棋条 所以它在游泳上 并没有显著的功能 好再来看后面这是尾棋 好尾棋我们往下走 再来这个是囤棋 enafin 好再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侧线 侧线里面的构造呢 会很像我们人类听觉系统 平衡觉系统的构造 这等到感觉的地方我们再看 好再来又出现了一个blader 这个blader是谁呢 这个叫做unitary 这个叫做膀胱 膀胱 好让大家看一下膀胱膀胱大概是在我们钓的上方的地方 好所以看到就可以了 那但是请注意 同样今天这个鱼类呢 它是淡水鱼还是咸水鱼 其实它的身体肾脏的发达程度是有差的 那等到第八次我们再来聊 好再来看到肛门肛门没什么好再来这个是腹棋 同样腹棋是成对的棋 跟胸棋一样 不过在这张图里头呢 因为胸棋已经算是被切割掉了 所以大家就看不到 记得它的胸棋跟腹棋是成对的鱼棋 好再来信线小肠胃 这都没什么肝脏这也没什么 好心脏大家看一下 来鱼类的心脏是什么 一心房一心室 一心房一心室 好再来往上这个是肾脏 好所以我们发现肾脏跟最后面的膀胱 这边当然是相连的 好就从这个地方一路连到后面膀胱的地方 好大概这样子知道就好了 后面再做介绍 好再来就是腮 腮通常有呼吸的功能 但对某些鱼类来讲 还有调节体内眼泪的功能 好再来到最前方的地方 来 这个是说它的腮盖的部分 腮盖啊 鱼类其实是这样 它通常需要不断的开开关关 它的腮盖 也就是说当水从嘴巴流进去的时候 接下来换后面的腮盖打开 让水从腮的地方流出它的身体 所以鱼类一般来讲 通常必须要让身体一直维持在一个 有在稍稍游动的状态 才能够让它的腮能够获得充足的水的流过 然后充足的气体的交换 不过一般鱼类好像还好啦 比如说它睡觉的时候 它通常还是会有进一步 还是会有游泳的状态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有些鱼类则是真的 即便睡觉还是要一直往前游 否则真的会死掉 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鱼类的部分 介绍这几种鱼类给大家认识一下 第一个呢 这个叫做黄麒尾 黄麒尾其实没有什么 只是告诉你说 它是游得非常快的一种鱼类 其实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种 通常必须要不断地往前游 它才有办法呼吸的 第二种呢 这个叫做狮子鱼 这一只叫狮子鱼 但其实它又有另外一个别称 其实它还蛮恐怖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旗条 它的旗条你会发现 看起来很锐利很刺 好那它的全名一般来讲 有更正式的名称 不能叫做学名 叫做魔鬼梭幼 魔鬼梭幼 好不过重点就是因为 它的旗条上面有许多的毒液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它 会造成非常大异常大的疼痛 那它在地球上来讲 其实也算是三五教 不太受欢迎的鱼类啦 因为它有外来种的问题 好再看左下角 同意这个叫做长吻河马 同意河马大家都对它非常熟的 我最后要强调大家 这一件事情就是 同意我们看到它的旗 它真的是硬骨鱼 那这边就有塞盖 也看得到它 好那在海马最大人重视的事情 就是它是雄性育幼 那雄性育幼幼并不是说代表这个爸爸有多体贴啦 这个在我们的第十侧动物行为学我们会聊到 其实生物学的交配系统跟育幼行为 通通来自于基因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今天清代父亲 必须很确定 这真的是自己的孩子 里头的精百分之百有传下去的话 它才会心甘情愿的育幼 所以通常体外受精的生物 雄性参与育幼的比例算相当的高 那鸟类的部分呢 鸟类通常来讲则是要看种类啦 它也是有所谓一夫一妻 一夫多妻 多一妻多夫各种情形的存在 好在左下角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做多事裸凶善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就说 它呢其实在中文来讲 一般的俗名也会叫它叫做 海曼 卢曼 好但是意思就是说 感觉很凶狠的意思啦 好那它通常躲在珊瑚礁的一些缝隙当中 然后随时是担任一个算高级的劣食者 很多鱼类看到它 当然都会怕啦 鸟的羽毛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 再强调一次 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 上面这边的骨头 其实你看哺乳动物都是一样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叫钱币 这样子 其实相关的构造都跟 我们哺乳动物的前置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羽毛是拔下来之后的构造 这个中间主轴的地方 我们称之为羽干 然后再来分开来 就是你有沒有看到 就像叶子的叶片一样 旁边这个东西叫做羽片 好再来这个羽片 我们把它分析一下 羽片 同意羽片呢 再来则是分到所谓的Barb Barb叫做羽之 写错没关系 来羽之改一下 下面这个叫做羽沟 或叫小沟 小沟我其实就发现比较常见 但同意有一个问题 Shaft 这个词我其实并没有找到对应的中文字 好你可以这么想啦 就是它今天这个羽干的中轴的部分 不是找不到下一对 就是羽干中轴的部分 这样记就好了 好同学 在本测的最后一部影片来讲 我们来看 博物类的分类 以及灵长类的一些特征 好那关于博物类呢 目前大家知道 有所谓的单孔木 然后再来是友带类 最后则是所谓的 真兽类这一群 好那我们逐步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博物类来讲呢 所有现身的博物类 最后的共组 大概在1亿8千万年前左右出现 然后再来之于友带类 跟我们后面这些胎盘部类 最后的共组呢 则是在1亿6千万年前出现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最原始最原始 那一群的生物叫做 单孔木 或叫做一穴木的部类的特征 那这个单孔类 也或称之为一穴 单孔木或称之为一穴木呢 目前只剩下五种 主要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针眼以及刺蚁 好那他们主要呢 都生活在澳洲这样的地方 是产卵为主没有乳头 然后再来他的幼体呢 会吸食乳汁 但是他吸食乳汁 因为没有乳头的关系 所以必须从母亲的毛发身上获得 好这第一个部分 好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叫做友带类 友带类原则上 我目前不太适合叫他是一个木 因为分类群稍微有点调整 所以在他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木会有另外一个名称 好那我们来看友带类有哪些 大家就看得到五尾熊 带鼠 或者是带狼带欢等等的生物 就是所谓的友带类 那友带类呢 因为他本身的胚胎发育并不完整 所以他必须在妈妈的育儿带当中 逐步的发育成熟 那请注意不是只有澳洲才有 南美洲也有这样的生物存在 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四个演化之序 这四个演化之序 平常我相信大家都非常 常常看到他们 但是如果真的要你做 所谓的生物分类 了解到谁跟谁的亲人关系 那我想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地方 来我们这群生物所谓的 真兽类 那我的真兽类呢 因为这个是从古代来讲 我们所了解的 大部分大家所熟悉的部类 因为这么说好了 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人 我们大底上是在 比如说欧洲人大航海时代之后 拓展到美洲跟澳洲 才大概了解到说 地球上还有其他种的部类存在 所以回过头来 这些传统上 大家所熟悉的部类 就称之为真兽类了 好那我们当然呢 在这部影片当中 如果资料 生物分类会很无聊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要讨论一下 比如说形态啊 适应啊 或者经上啊 或者演化上的问题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资讯 第一个资讯呢 首先我们来介绍 三类主要的木 分别是第一群 这个叫做长鼻木 好长鼻木大家知道 就是它是大象 那么它本身会有 长的肌肉质的象鼻 来推这个词 叫做象鼻的意思 trunk 好然后再来呢 会有厚的疏松的皮 然后再来它的牙齿 门牙 上面的门牙 已经往前长 变成长牙的状况 OK 所以这个是它相当重要的特征 那目前来讲 现身的大象本来是有三种 而本来有两种 后来因为非洲象 又分成两种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三种大象存在 在前面的篇章 我们可以找到 好第二类群呢 我们称之为这一群 叫做海牛木 好海牛木呢 它本身是水生的生物 它虽然是水生 但大家不要怀疑 当然还是一样用肺呼吸 好这个水生呢 它本身的前置已经特化成棋的样子 然后注意哦 没有后肢 好不少同学 我相信你还是有一个习惯 会把尾巴当成是后肢特化的结果 然而并不是 好在第三个木呢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很熟 不要说你 我其实对它也没有很熟 提兔木 还没有看过真正的提兔木的样子 好那为什么叫提兔木 因为它长得有点像兔子 不过又不是兔子的样子 好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腿很短 然后有粗短的尾巴 然后再来的状况是草食性的生物为主 然后再来呢 很有趣的是 请小心 它有一个复杂 然后多腔式的胃 请注意哦 这不等同于它是所谓反除动物类群 反除动物是等一下介绍的 偶提木里头的反除亚木 那一群才是拥有真的从 食道特化成三个胃的生物类群 所以这边并不是有食道特化 而是单纯它的胃有多个枪式 这是提兔木的特征 好那么回头再来看 在这里还有什么样其他木的生物呢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来在提兔木的下面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个叫做管齿木 好我画一下哦 好管齿木 好或者再来下面这一群呢 这一群的名字很好记 它叫它直接名字 就让你知道它前面叫什么 非洲卫木 好那同一至于林长类来讲 如果课本没有介绍 太偏太细的 我们就不用特别再强调 只要让你知道它是谁 好在第三类呢 这一群叫做什么呢 这群叫做象曲木 ok好这三大类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演化分支 好第二个呢 叫做平尺总木的这一群 好同一平尺总木这一群呢 请大家看右手边 好很明显的它是谁 就是所谓的食蚁兽 不过这群很妙 你会发现哦 等我说好了 它们的牙齿要不就退化 要不然就没有牙齿 然后通常是草食性的 草食性应该这么说啦 是第一类这一群叫做树兰 不能讲通常是草食性 这个是口误 好同一树兰呢 是草食性的没有错 好但再来请看 还有谁 食蚁兽 有没有 Ant-eaters 很好记这个右边这个就是食蚁兽 好还有第三类这个是什么东西 球蚁 好 食蚁兽跟球蚁呢 它们比较常见的 因为没有牙齿或退化的牙齿 是用舌头去黏附 比如说像蚂蚁这一类的生物 来作为食物来源 所以当然是肉食性的生物 那这个叫做瓶齿种木 已经稍微有一些改变了 跟原本课文印的稍微有点差异 可以补助一下 但是真的也还好啦 部类的那个分类学 好再下一个这一群生物是谁呢 来再下一群请大家看 下一群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主要的几类 第一类呢 这一群就是 这么说好了忘记讲清楚 来因为我们林长类 是在第三个秩序当中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林静有谁 这个叫做镊齿木 好镊齿木有谁呢 就大家所看到的 比如说像松鼠啊 或者是来哦 这个可能有同样误会哦 合理哦 合理不是水踏哦 稍微不太一样 好再来是外国人才分得比较出来的 对我们来讲都叫做老鼠 这个Rate叫做大鼠 Mice叫做小鼠 那其实真的啦 体型上就有差 不过听听就好了 OK 好那至于不认识的 你可以就是跳过去这个样子 就是有些人你真的不需要太知道 好像右边的红松鼠 好那同学 你看一下下面 它本身啊 同学这个词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这个大概从国中考 就是你国中历史课本有学到嘛 随朝开朝运河之后 大概很少人就来写过这个字了 就像杂子相同的 然后会持续不断生长的门齿 然后如果他要让这个门齿不要妨碍到他的存活的话 他必须要不断的一直啃东西 才能够让他的门齿不会一直长到 造成他本身存活的困扰 好那下面这个叫做兔形木 兔形木顾名思义就是兔子 那同学看一下兔子跟镊齿木 它本身的第一个特征都是什么 诶 枣壮的门齿 枣壮的门齿 所以当初早期他们被分在一起 整个都好像叫做虫齿木 但后来现在已经切开了 变成兔形木跟镊齿木 它通常后腿大家知道比前腿长很多 可以用来跳跃 那是草食性的生物 这个叫杰克兔 好在下面则是灵长木 灵长木我们这边宣布多做介绍 因为等一下我们影片的后半部 会介绍他们的特征 那至少右边这个叫金丝猴 好来同学看一下 除了我们这个镊齿木 兔形木跟灵长木之外 还有哪些是跟我们相关性的呢 好来同学请看 下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皮翼木 好没关系 好来我圈起来直接写好了 这好难写来 这个叫做皮翼木 注意皮翼木并不是蝙蝠 然后再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从灵长木被赶出去的 它叫什么树渠木 早期很多地方的生物课本 真的是这样写 没有错 说树渠呢 是我们最原始的灵长类 但是被踢出来了 我想这个并没有什么稀罕 我们都晓得 本来就应该不断的做修正 好再来往下 下面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木的类群 我们来认识他们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 第一群这个叫做什么木 这一群叫做石肉木 好石肉木就是狗啊猫啊狼啊 好但同学刚是不是有记得我讲过河梨 河梨跟这个我相信很像 这个叫做水踏 水踏不是河梨哦 虽然它可能都在河边生活 然后都会造成河流河道的一些改变 但真的不是河梨这个样子 好 然后再来其他不太常见的 就不太需要认识了 那通常石肉木有个特征就是 它们的全尺会特别的发达 然后可以用来 还有还有旧尺其实也不赖哦 你自己看你们家的狗跟猫里头 就晓得它不是只有全尺发达 那可以借由全尺跟旧尺这样的咬合 去把别的生物咬住抓住 它们是肉食性的生物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群 下一群这个是谁 同一这群叫做基提木 好基提木 基提木就像斑马马河马等等的生物这个样子 或者是这个很特别 来大家可能平常不认识它 因为大家认识它 但不知道它是属于基提木 来就是魔 是的 魔竟然是基提木 那这基提木它的特征 大家知道 每条腿上面的蹄就是一个 就单个 基数个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那它们是草食性生物 好再来看 来 同一现在来讲 我们应该是要把这群真的叫做 金屯 藕 提木比较适合 好因为金屯类本来就是跟藕提类有共足 那比如说羊牛马 羊牛猪鹿等等的 都是所谓的金屯藕提木的这一群 然后它很简单 就是它每一只脚上面的蹄都是藕树的蹄 那是草食性生物 来金屯类呢 来同学金屯类请看 金屯类来讲 它通常就是像金鱼啊海豚等等的生物 还有身体成流线型 然后前肢会特化成蒋 然后请注意 没有后肢 来同学请跟刚刚的海牛比较一样 也是前肢特化成蒋状 但是没有后肢 然后再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词 它有厚厚的绝缘层 但是有一个单字叫做Blobber Blobber 好这个东西呢叫做金脂 好金脂 金鱼的脂肪 金屯类的脂肪 那金屯类呢基本上都漏食性的 即便是你知道说 老师不是有绿食性的那个什么虚金 虚金它是绿食谁 零下那还是漏食性的 好下面这个最简单 这个叫做什么 翼手木 那翼手木呢本身就是可以飞行 因为它在它的前肢 它的应该说 它的上臂下臂 再将它的指头们中间形成 广大的屏幕让它可以飞行 那草食性 肉食性的都有 肉食性 譬如说将来我遇到西斜蝙蝠 它在我们的肾脏体液的条件那边非常重要 还蛮特殊的一种生物 然后至于草食性生物呢 这是谁 这是像有些吃水果的 吃化蜜的蝙蝠 这样子存在 甚至可以当成 植物的传粉者 那就是蝙蝠梅花 好那都介绍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一群 上面这一群我前面其实有帮大家写 来请注意这一群这个叫做 Eulipotifola Fila Tipifola Whatever 好来 这个以前是不叫做平齿木 好平齿木 但同意它其实现在已经不叫平齿木了 它已经 注意哦 旧的平齿木已经是多细群 所以现在的平齿木 十丛木 十丛木讲错了 来十丛木已经现在叫做多细群 来这样口误 大家再强调也是 来它不能叫做平齿木 它是十丛木 因为平齿木是那个十丛那边 好那这个十丛木竟然已经知道多细群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一群呢 现在这一群叫做老雅 十丛木 虫教 那有一些种类已经被分出去了 可能会重新分配成一个 磕这个样子 一个木都有可能 好那最下面这个是谁 最下面这个东西呢 则是 灵甲木 好灵甲木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从这个哺乳动物来讲 你可以发现 我们对它的熟悉度真的非常高 而且课本还特意介绍到木 但其实你真的要背起来 这还花一点力气 那你发现考古迪都没有 尽量在 我建议啦 动物生理学 有看到任何一种布物类的例子 或鸟类的例子的时候 就回来看布物类的分类 那鸟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教它分类 就是大概再多复习一下鸟的特征 好那这边来讲 在离开之前呢 我要说明一下 最统一你会发现 这些生物来讲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到 一穴木的刺猬 好或者是说 十丛木的那个 比如说像针眼 或者是像镊齿木 这边我刚有一个没写的 来镊齿木 这边有一群叫做豪猪 好 嗯写反了 好来没关系 你会写就好 来豪猪 那豪猪的部分呢 它有刺防御天敌 刺猬十丛木 有刺防御天敌 然后再来还有谁 还有就是上面这个叫做 针眼有刺防御天敌 请问这样叫什么样的演化 这样叫驱同演化 同工构造 好请大家复习一下演化的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关于猴子的地方 同样新旧大陆猴 其实这边的表格给大家看 我们主要以图片来补充介绍给大家 那当然啦有一个词 我还是希望大家先在这边看清楚 来卷卧尾抓卧尾的情形 这是新大陆猴才有的 好那我们赶快看一下下一页的图片 下一页的图片呢 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是新大陆猴也就是美洲 下面这边呢是旧大陆猴也就是非洲亚洲跟欧洲这样的情况 那有什么差呢 大家看一下台湾猕猴长得比较像谁 旧大陆猴你就知道了 好那新大陆猴本身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鼻孔都是朝向同一侧前面打开的 而不是像我们旧大陆猴这边一样 是朝向下方的 所以我们会说新大陆猴这样叫什么 它是阔鼻猴 所以同一可以看到前面这一页的下方 阔鼻猴宽鼻猴 这是新大陆猴的称呼 然后新大陆猴 当然我们觉得它的尾巴非常的强壮 有没有 这一只尾巴非常的强壮 因为它是卷卧尾或叫抓卧尾 是有办法抓卧东西的 好然后再来看旧大陆猴 旧大陆猴的话 就是像台湾猕猴这样的种类 好那同一请注意 它就没有抓卧尾 你看它的尾巴 看起来就比较磊弱的样子 比较弱的样子 那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单字 同一猴子全部其实可以称之为monkey 但是我们来讲旧大陆猴这边有一群比较特别 来同一请注意 这一群就叫做猕猴 所以猕猴应该这么说 它是monkey的一群 猴子的一群 但是旧大陆猴这边有特别一群 这种猕猴类群这样子 好那当然除了猕猴之外还有谁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 它叫做彩面肺肺 好又叫做三翘吗 好这个考国文的 后中同学请自己查一下 中文发音 好再来这个很可爱 这个叫做肺肺 肺肺原来是这样的名称 好当然还有最下面的横和猴 同一横和猴就是帮我们发现什么血型 RH血型的来源 还记得它 好来那这个就是猴类 好猴类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看照片再稍微介绍一下下 来猴类 其实大家就知道像这个是长臂猿 目前有18种 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这么说好了 长臂猿跟猴猿猿主要都生活在我们东南亚的地区 那在猴猿猿猿这边呢 它则是主要在苏门达拉 或者是婆罗洲岛那个地方 好但是同一很特别 这红毛猩猩这样的你看哦 有一群2017年才新发现的是 过去100年来 人类其实都没有发现所谓的这些猿猿 然后只有照到2017年终于发现一个新的 好这个叫做什么生物呢 来就这张照片给的 它叫做达巴鲁里猩猩 达巴鲁里猩猩 它是人类最后才发现的一种大猩猩 应该大猿猎GREATSúde 包含人类其实也算在有大猿猎 好再来这个右边则是大猩猩 目前来讲已经有两种了 那记得盈背猩猩 它其实就是老年雄性个体的象征 好再来就是红毛 那个叫做黑猩猩 struggles 諸如黑猩猩 它本身是黑猩猩屬的一群 那是屬於比較怎樣 就是它是因為在鋼裹上面 因為一條河 把它跟黑猩猩分開來 讀地理隔離之後 現在產生的生殖隔離的演化 非常特別的一群猩猩 因為上課好像簡介過 它本身的性行為的方式 非常的雜亂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頁的地方 那下一頁這麼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有同學在後面 應該會複習到所謂的人族生物 那當時有一個東西會跟大家說 人族生物呢 是以前人科生物的同一詞 但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 來同學我切一下給你看 好同學你現在看到這一群 請注意不包含長臂圓 不包含長臂圓 這一群生物就是所謂的人科生物 人科生物 好背一下 人科生物是從紅毛猩猩 黑猩猩 大猩猩 還有這一堆古人類 什麼天然人緣啊 直立人 尼安德塔人啊 包括智慧人 則是通通都是所謂的 我們的人科生物 好再來我們看到人類的演化 我們要好好的介紹這一塊 來這邊跟大家叮嚀一次 靈掌類的特徵是一件事 人類的特徵是一件事 千萬不要搞混 好我們先看靈掌類的特徵 再講一次來靈掌的特徵是什麼 對臥的拇指 也就是他的第一根指頭 跟其他四根指頭可以對臥 那同學我們要更清楚定義一下 科學家說明是這樣的 所謂的四指對臥是說 你的大拇指的指腹 可以碰到另外四根指頭的指腹 OK這樣就算是靈掌類 那你說老師人類我們的腳沒有啊 同學說過了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找一些同源構造 那現在看不到那怎麼辦 可以從胚胎找 可以從化石找 可以從痕跡構造找 那你覺得我們人類的祖先化石 有沒有腳趾四指 那個可以那個什麼 對合母趾的狀況呢 答案是有的 好所以我們當然可以算是有這樣的特徵 那手更不用講 好在靈掌類所共用的特徵呢 是有扁平的指甲 上下肢容易彎曲 有膠胎過 大家要回去查什麼樣的關節 可以讓我們的關節彎曲的程度 比很多生物來的更靈活 那腦部發達這個沒有話講 而且出生後人能生長 不過請小心 出生後腦部的生長是來自於 神經膠細胞的增加 突出的增加 神經細胞不能再增加 好再來 兩眼位在前方 所以會有立體視覺 好同學請注意哦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 那個靈掌類的特徵 好那右邊這邊是 人類單獨的特徵 甚至可以說是 Homo屬這一群的特徵 不過我們還是盡量把它當成是 Homo sapiens 就是智慧人的特徵 好來首先看第一個 整骨大孔 後說 前移 前移 好那整骨大孔為什麼要前移呢 我們來看黑猩猩跟人類狀況 來你看黑猩猩 整骨大孔在後方 為什麼 來我們想想像哦 假設這是黑猩猩的脊椎骨 然後假設呢 這是黑猩猩的頭 你看整骨大孔在這個地方連接 是不是整個頭怎樣 掉在這個 我們的它的脊柱上面就可以了 好 但是黑猩猩是不是適合直立呢 我們再試一次 來 如果把黑猩弄成直立像這樣 然後這黑猩猩的頭長在這樣 同時我們發現重心在這 它的頭會一直往下掉 就需要靠肌肉力量一直把它往上拉 這樣太累了 所以說過黑猩直立行走力量 能量所需是人類的好幾倍 可你看人類來講 因為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好我們站起來之後呢 就像這樣 欸 畫得不好 來 衝畫一次 那我們的頭就長在這邊 撐在上面 有沒有 整骨大孔在這 好不好撐 很好撐 好 這樣就可以省力了 好 我們再回頭看上面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可以大家看到 所謂的下函後縮 也就是所謂的右行遺流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 反而讓我們的脑容量可以增加 而且加上我們這個右行流 就是說我們這個下函後縮 也就是後來沒有特別往前突出 其實對黑猩猩大猩猩來講 會覺得這個是小孩子的特徵 所以我才說右行遺流 那後縮之後造成腦容量增加 之外還有 因為這樣臉部構造的改變 客家揣測 可能也是我們可以說話的一個原因 就口腔啊 喉的構造 好 再雙脊椎成雙S型 雙S型這麼說好了 同時你下次可以躺在地上看看 躺在地上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身體 是這樣跟地板平面相連接的 好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這邊脖子的地方有一個空間 腰部的地方有一個空間 就所謂的雙S型 然後再來骨盆扁平寬闊 然後呢 可以後肢跟骨盆成直線排列 然後方便直立行走 但同學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犧牲了什麼狀況 犧牲了人類的繁殖 也就是說我們的小孩子必須在 還沒有逐月的時候 現在當然我們都說九個月是逐月 但其實在臨長類來講 他們一定覺得 哎呦好恐怖喔 人類的小孩沒成熟就要生下來 因為其他臨長類的小孩生下來 幾乎很快的媽媽就可以把他抱在身上 也不用特別交代 也不用特別做什麼事情 不用交 他自己就會反射性抓住媽媽的毛 人類辦得到嗎 人類雖然有抓我反射 但是很弱 你敢讓小孩子抓在你 你也沒有毛髮可以抓了 他只會怎樣 假設真的有毛髮 他也抓不著 也會掉在地上 所以我們必須提早把小孩生下來 而且即便現在提早了 是九個月 然後呢 其實也非常不太容易生下來 或不容易生 好那再來下肢出狀 直立的姿勢 然後再來控出雙手我們可以使用複雜的工具 然後在下面這個地方則是 弓形隆起 有這個就代表你沒有扁平竹 可以保護腳底神經還有平衡 然後在下面這更抽象了 只有人類才有語言象徵性思考跟藝術表現 將來也許可以再做一做實驗 也會發現其他生物有 但目前至少是沒有的 好 唯一能修改自身精結構也只有人類 然後在下面是因為 人類的精緻食物 造成我們的二骨跟含肌 逐漸的退化而且消化到較短 因為你不需要那麼多的時間 花在消化上面 好那我們第六側全部的影片到這一步就結束 好那請同學繼續加油